主料,水发黑木耳75克,水发辅足150克,辅量,油,盐,葱一段,将一小块,几粉一小匙,水淀粉,香油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泡巴的木耳洗净泥沙后撕成小朵,水发辅足切成小段备用,准备一些葱段和姜片,炒锅到油烧热,放入葱段, 将片边炒出香味,下末和腐竹翻炒翻炒,倒入适量的水煮沸喝煮5分钟,放入盐和鸡蛋调料,放入少量的水淀粉,淋入少许的香油即可关火食用,烹饪技巧,如果用高汤来煮此菜,味道更鲜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